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新桑海神州这个节目 每个星期又跟大家见面 有我之外还有一个好朋友 在加拿大的杰斯 杰斯你好 你好 你好 桑普 大家好 又一个星期新桑海神州又回来了 这个星期我们有什么话题 这个星期我们讲讲两件事 首先我们讲讲习近平发怒了 最近有些外媒拍到 他喝在两会里 他通常放两杯在前面 喝完之后 泪起口味 哇 不知道什么事 喝苦茶的一款 是生痴瘡發作 还是他真的喝到逐亲 又不像是逐亲 而且好像喝到 哇 极度不开心 不知道什么事 这个只是小事而已 问题就是什么呢 有一场三分钟的大戏 就是3月8日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演的 当时当然大家在表演着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将军 和检察院院长应勇支持 那应该真正在表演这个议会的人 名义上呢 就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这个赵乐际的 那当然了 坐在中间的一定是习近平 那习近平呢 面向着百公尺以外的记者 就是在上面 那习近平的右边呢 就是赵乐际 就是习近平的左边呢 就是这个李强 李强再左边呢 王滬宁 王滬宁 王滬宁再左边呢 丁薛祥 那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 突然之间呢 国务院总理李强就发烂了 哎 哎 主席主席 哎 有问题 有问题 然后就指给他看 那主席在那里 倒头看看 好像真的觉得有些问题 于是乎呢 就王滬宁 坐在这个 李强旁边加入讨论 旁边副总理劉国中啊 北京市委书记韻力啊 又开始讨论 报告报告下了 啊 习近平大部分时间看一下看一下 你只是举报嘛 举报嘛 举报有掌 案案有掌 大案大掌 小案小掌啊 不过真是有问题 啊 于是乎呢 去到应用报告的时候呢 习近平转头 就和这个赵乐仔呢 开始训话了 训话呢 不知道他说什么 但是他拿着这些文件 就在那里置置证 神情非常严重 好像呢 说老板对出伙计一样 然后在桌上呢 一直在那里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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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知不知道日劇 半集直樹呢 那戴和田呢 我不知道 但是没那么严重 不是拍桌的 他就敲桌 那跟着呢 敲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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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轻轻拍份文件在那里敲桌 那跟着呢 那跟着呢 就说完 没有东西要说 啊 就是这样的地方 就是说到一个dead air 跟着就害怕了 就拿着呢 他自己手上的文件呢 不停地去写字 没有再抬那个头了 全程得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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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到其他 有些自由亚洲电台 有些影片 都说到 很不好露屁的 离开的时候呢 习近平呢 旁边的人拍照啊 那样 他都不看别人呢 直接是 黑了面那样走走的 那这件事呢 就是中外记者 就相当 就是觉得很有趣啦 你取消了个李强记者会 你不给我的记者会 可以 我做一场show给你看 主席 赵乐际要负责啊 人大报告 写一些这样的东西 是不是有问题呢 喂 那么多个小组分组讨论 搞到赵乐际身上 他都看不到有问题 很严重啊 而且这件事 不是个type 那么简单啊 如果个type的话呢 没必要那么长时间 三分钟讲一个type 会认知这件事不是打错字 是写错东西 究竟写错什么呢 大家可以毁磨于心去猜拆一下 再加上这件事 先讲一下 因为他有反应啊 有出声啊 因为很多时候 开这些会 未必是一个真的习近平 可能是一个习近平的替身 但是那天那个就说 又拍桌子 很大反应 可能就是 可能是一个真的习近平先啊 真身去开会 那就不错了 那我们没办法知道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其实大家说真的 都没什么兴趣去看那个 就是两高的报告 所以就 我都猜测不到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但是就很明显有一件事 李强是打小报告的 OK 如果不是李强 就不会有这件事 因为李强走到习近平那里打小报告的 就看到其实七常委呢 就都不是铁杆 铁杆兄弟来的 但是呢 就是对我皇帝是好的 就就是 你又不妥我 我又不妥你啊 那总之如果不是李强 搞搞震呢 那赵乐际又不用受罢的 那赵乐际就 一直都成全的了 就是 十九大他顺利过渡到二十大 那就 二十大呢 就 他跟王滬寧很多人都 这样解读 因为始终都是旧上海帮的人 那 就 七常委里面呢 现在的七常委呢 就多数 就是都会叫他两个做花瓶 一个看政协 一个看人大 那两个其实都没有什么做了 就是 如果相对以前的那个position 那赵乐际做过 上次 上次是接任这个 啊 啊 接任这个 做中纪委接任哪个 接任这个王岐山 大哥 那但是就 就是 他都曾经表过中的了 如果你在中纪委的时候 他都尝试过 就是 在他 在他那个年代的中纪委 其实呢 就 他被他拉下马那些 是他做中组部的时候 很多是他抬上来的 跟着之后 还有连他的老死 就是陕西 陕西 当年是陕西省委副书记 赵 七亿矫 啊 这个叫七亿矫 就是赵正永 赵正永 以前是他副手 都被他拉了 那 因为他主政就是2007年 他主政陕西省委 那其中一件事 就最 他不死 其实我觉得他也有两道散手的 不是说笑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他执政的时候的巡领的别墅遗见 那别墅遗见呢 不是问题 你贪污都不是问题 问题就是皇帝说了六次 那道风水不好 你要拆掉他 两个人都不听 那跟着就好了 他做完三位书记就走了 走了去做中组部啊 又走了进去中央啊 服侍皇帝啊 跟着然后呢 到个副那个赵正永 坐正 跟着最后这件事就找了赵正永 就捆了他 其实那个是替死鬼 那 但是他又不死 其实他也有两道散手的 你又不要小看这个大粒粒啊 那他整天 其实很多次传出啦 就是其实他绝对不是滋江新军 不是习派啦 那就是 比如记不记得早那段时间 秦江啊 还有李尚福消失的时候 赵乐际都消失了一轮了嘛 但是就是 哇 经过很多风风浪浪 现在出来 其实我觉得他给皇帝炳两东西 他习惯了的啦 是有什么所谓的 最紧要不要死 最紧要软着陆的 现在不是开玩笑 那所以我觉得 就 就 仍不上七常委的 暂时都还是 那所以就 就是这件事当是 花生的那样脱下他咯 你又怎么看呢 我会这么看啦 就是赵乐际 就是我同意的 就是赵乐际 基本上是失势中了 他不是习近平自己的人 何况习近平自己的 自己提拔的人 全部到现在 就是余座针尖啦 秦刚啦 李尚福又说回来了啦 国务委员又给他做啦 总之呢 能上能下 替你冬菇又可以 给你做 很好笑的 真的 就是笑到嘔吐 之后 赵乐际本身是 出身在哪个地方呢 陕西西安人 一路开始在青海发迹的 青海西陵炒地皮发迹 那当然他不是商人啦 他是官啦 所以他主政青海 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再加上陕西做省委 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那大家知道他陕西省委 期间呢 就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啦 07年可以做 做到12 就是17大 12年 就是17大 整个时间呢 就是这个陕西工作 12年之后去中早部 中早部 决帮习近平呢 决定这个 党政军国企 4000多人的升降的 那去到19大 2017年呢 就做中纪委了 因为 就是中纪委的角色 就是一个齿轮 就是用你做轨子手 去剁中共的官 用了5年 吃草的王岐山 那不行的 5年呢 磨蝕了 扔掉他 換一个人 趙樂際 做5年 20大 20年 再扔掉他 換谁呢 李希 李希西北方 OK 真是和習近平 比較有关系 OK 那就继续做 做5年之后又扔掉他了 这个就是磨蝕位 王岐山现在怎么样 现在不知道他在哪 他算是安全着陆 到今时今日为止 不讲以后 安全着陆 喂 趙樂際不是安全着陆呢 在怕的 趙樂際又不可以和王岐山比 王岐山就道行高很多的 是啊 是啊 你那些趙樂際有幾個心腹大將的 鶴忠強 劉賢 姚西哥 就是崔玉南 這些就是後期一些 剛剛你講的 姓趙玉那條目標 是早期一些的 做一個叫 駱玉林 這個當然了 是 駱玉 做過國資委的巡視組組長 開個檔案 調查了一個叫 駱玉林專案組的 就是你打上去 Google搜尋一下 喂 這些這樣的東西 全部是趙樂際的人馬來的 喂 你把他剝牙的剝 本身已經無權無勢的了 他明義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三 第一是習近平 第二是李強 接著他 接著是王滬寧 但是剛剛傑斯說得很對 王滬寧 是一個太監來的 OK 所謂什麼三朝元老 都是個太監 閉門造居 是啊 趙樂際基本上是一個工女來的 就是他們這兩個人是沒有權的 沒有人 沒有槍幹子 沒有控制媒體的權力 誰真是有人脈 有人脈在下面帶著軍 帶著一批幹部 有軍隊 有這個媒體稍稍有權力的呢 蔡奇 王小紅 妙華 蔡奇坐遠一點 盯緊 誰沒有在這個地方發言那些呢 那些才是真正有權力 你看中共是這樣看的 你習近平在中間 王小紅是坐在習近平後面的 OK 蔡奇再坐遠一點的 蔡奇沒有出聲的 他看實整件事 OK 黃小紅在後面 就是萬有什麼事馬上撲上去 救人 擋子彈那些 就是黃小紅 不過當然沒有子彈 沒有槍裡面 黃小紅 蔡奇 妙華 妙華這次沒有去 我猜他病了 有人說他失神 我覺得不是 應該病了 妙華整個城都沒有出席了 三個人呢 才是真正的 等他死的人物 就是當年呢 就是什麼布列日烈夫 就是後面那些人呢 個個等他死 等他死的人 當然是不想被人槍打出頭了 是不是 所以個個看 所以這件事最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誰出來刷那些呢 全部都是有問題的 什麼黃 就是全部都是沒有保權的 比如黃滬寧啊 劉國中啊 穩力啊 什麼 丁薛祥啊 韓正啊 王毅這些呢 出出來看的 都是沒有什麼真正的權力的 而這次習近平真是生氣的 那會不會提早替趙勞制冬菇呢 有可能的 但是我覺得 拖足五年咯 將你投閒置散咯 找一段時間再處理你咯 有可能 那我覺得 就是最後這件事 就算你替他冬菇 共產黨會不會想啊 不會想 不過我like啊 小弟喜歡啊 喂 內卷啊大哥 現在內卷很厲害的 河北有個記者啊 什麼大爆炸 炸雞店大爆炸 是 怎麼會炸雞店大爆炸 說到底 是不是 自己想一想啊 炸雞店炸成這樣 什麼不會啊 什麼不會啊 成龍說了啦 那些中國的電器是會爆炸的 你早就告訴你 是不是 啊 啊 你怎麼會爆炸啊 是啊 是啊 不是 其實在兩會期間都很多奇怪的東西啊 那就是你提開的 河北又爆炸啦 跟著廣州又無差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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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車死很多人啊 有個人啊 跟著 哇很多啊 還算不完 你記不記得年初一那時候 啊 年初一有山東啊 啊 北京也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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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門啊 一間地區房 衝擊新華門啊 是啊 很多 很多單這些東西啊 但是 因為你現在今天 就整個大陸 已經去到今天這個年代 完全沒有透明度的嘛 所以你沒有得評論的 譬如你回到河北大爆炸 哇 你不是啊 你告訴我 死兩個人 大哥 如果大家想去Twitter到今天 如果懂得看 當然是看李老師不是李老師啦 哇 九十幾條片 那些片 用任何角度 喂 還有好笑啊 我整個發覺真的很過癮啊 講開去講 那些民間拍的片 有了韓拍 跟著呢 還有一把 有把 voice over 有了音樂底來襯底的 啊 現在大陸是流行這樣 然後就告訴我 我聽是民間扔出來的 那但是你無論哪一條片都看到 那裡炸到好像核爆 那樣 而是你告訴我 死兩個人 那隨便啦 沒有所謂 就是人命 前個前底來 有些人死了那些 可能共產黨這樣跟你說 是啊 死了幾十人 不過有幾十人都不是人來的 所以最後我們確認到有兩個是人的 那所以就是死兩個人 任你講的 但是總之有很多這些很詭異的事情 還有一件詭異的事情 我覺得比趙樂際更詭異 所以我看到沒有什麼 那裡的主任 就是一個說法改委的主任 就是法改委的主任 那間的主任 就是鄭生健 然後呢 他把他的主任 當時是一腳牛屎 原來以前呢 就是在工廠裡做 在工廠裡打工 然後呢 然後呢 馬碰了何立峰,然後何立峰現在跟習近平老友鬼鬼 哇,他是直升機這樣升,升到現在變成發改位 那很好笑,原來他是包二奶,包了這個女記者 這個女記者在那個二次記者會上不斷地舉手,不斷地舉手 但是呢,是都不讓他回答,然後記者會完畢,他衝上台 很明顯,他根本就不是問話,他衝上台就是,喂,你這個死佬啊 過極你都不回覆我的機,OK,你去了哪裡,你現在想撇我啊 哇,他在那裡發爛,那這些中共包七,那些中共黨員包七的二奶 真是不是人那樣的嘛,哇,你說,喂,皇帝看到你那些人不是在玩東西啊 現在,真是幸運拉到他,拉到他下來,如果他真的上台那裡 啊,這樣那個鄭山傑兩包,你真是,喂,全世界看到,成何體統啊,大哥 真的,很多奇怪的東西啊,今年兩會其實都 可能想抱著他,不是想打他,不是想罵他,死佬的 可能想抱著他,重修夠好了,是不是? 都可以 飛上枝頭邊鳳凰了,大哥 是啊 這個時間很難搞的 不過我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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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多,我想說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七個常委裡面呢,其他那些是馬實路勢呢 那些是撿得不是很多,全部是豬頭拿來的 但是趙樂際呢,就一定不要忘記,這隻一定是大老虎來的 那這幾年呢,其實最內人尋味的那樣東西是,為什麼打也不打他 他是不是有些皇帝的痛腳拿著 還是他後台,江澤民、曾慶紅那些照的照得很厲害呢 喂,就是不要忘記啊,他在陝西和在青海做官三十幾年 山高皇帝月,你大哥,真的很簡單一件事 你不相信,我也相信,他的副手 他的副手的花名叫做七億繳 做副手的那個都夾七億哦 你說趙樂仔沒有接近一百倍,我也不相信 告訴你,這個很厲害的 這個,所以呢,他不是散油的燈來的 他今天還可以坐在那裡 頭閒置身,不要緊,你夠不夠膽動他 但是習近平呢,很有趣的,解釋不了 是一直都沒有動趙樂際的 這個其實都是挺奇特的一件事 我覺得他是,基本上是,雖然江湖提拔 他不是江湖的核心人物 那倒是,他不是江湖,他不是核心人物 是啊,就算你核心人物,例如韓正的 都安坐在那裡,是不是? 就是看你的態度怎麼樣 這個人夠狗腿,夠契狽 總之誰上場就拆誰,拆到頭部就行了 那可能是搞定很多錢的東西,他又搞定了 你要手起刀,幫你剁人,他真是投命狀 幫你做了所有的東西 喂,剛剛說中早就試過你了,真的行的嘛 真的搞定了這些東西嘛 於是,還有趙樂際的爸爸是和習仲勳是有私交的 是二代來的,是啊,他都是紅二代來的 是二代來的 我想這個是比較大的問題啦 就是趙樂際的爸爸叫做趙喜文是和習仲勳有私交的 是啊,所以我想這一點可能比較有關 是有些東西的 是啊,是有些東西,或者 這個大丸啦 就是好像九品芝麻官拿個餅給你 是 一年前呢,你爸爸送給我爸爸吃的 如果就是常威的爸爸丟了你了,對不對? 你吃,我給你一百個包,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可能的就是,哎,皇上 我以前夾了多少,全部都給你了 這樣都可以的,可能是這樣啦,不知道 但是總之是大老虎來的,這隻 是啊,我在猜究竟有些什麼原因呢 導致到有這樣的情況呢 今天帶上去第二個主題啦 原因是什麼呢?有可能純粹猜測一下 因為最高人民法院的報告裡面呢 有一段是這麼寫的 大公文會報得很大的 我覺得很噁的 因為我很少看到他報這些這樣的東西 可能習近平就是圈起這一段 跟趙樂際講的 嗯 他那段是這樣寫的 法不能向不法讓步 現在《刑法》第20條已經拍成電影了 《刑法》第20條講正當防衛 正當防衛已被換醒 還要時間持續下去的 他舉了一個例子 一個姓傅的人 就坐在家裡 那他不是坐在家裡啊 那個姓傅的人喝醉酒 騷擾文澤 拿一些大的工具呢 砍爛人家的槍 裡面的那裡有個姓馬的人 馬某呢就拿著馬刀出門 跟他搏鬥 劈一下劈一下劈鬼死了這個姓傅的人 好了 結果是什麼呢 正當防衛呢 正當防衛呢 正當防衛 哇 這樣也可以 那當然是正當防衛 那當然正當防衛不是 You screw me I kill you 完全沒有關係啦 但是他就這樣說 還說這個情理法兼備 喂 不得了啊 如果這樣搞下去的話呢 就是不可能成為問題 這個純粹猜測啊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最近呢 就是中國呢 除了趙樂際這件事之外呢 越來越多的東西呢 越來越古怪的 有一部電影票房呢 收到就已經拔開了行 這部電影就叫做《周處除三害》了 台灣電影呢 《遠京天主演》呢 《遠京天》就做過這個《孟甲》那部電影呢 無論從故事 對白 甚至是用鏡頭的方式 演員的能力 就是我純粹欣賞戲仔不講政治的 做得很好啊 我們看他的跳天井那段 如果大家講明了 如果大家想看一部電影 不想聽我說的話呢 這裡呢 就大家看一部電影先聽 不要看著 不要看著 是啊 不是 看了一部電影再聽 OK 是啊 看一部電影先聽 先停一停 看一部電影再聽下去 喂 他跳天井那段 他和警察追逐那段 整個航拍 哇 多麼滑 就是我覺得那段已經很驚訝了 一開始的時候 哇 我覺得這部電影 看得過 那就要看下去了 接著就覺得非常有意思了 因為就裡面牽涉到很多對白 我稍後會跟大家講一下 那他的深層的意思是什麼呢 稍後可以講了 但是這部電影 能夠拍得出 中國人 尊尊有味 才是南方呢 大規模地看這部電影 去到華中 華北 幾天之內呢 我記得現在很多票房 我沒記錯 十八、九億左右 如果我們現在做節目 十八、九億左右 因為前幾天看十六億嘛 我想去十八、九億 很難 想插你一句就是很難得的了 以往就很多台灣的電影很賣座的概念 在大陸很賣座的概念 都是在講幾億而已 印象中有雙位數其實已經很少了 那為什麼中國這麼火爆呢 幾個原因呢 就是說第一 他講的壞事全部都是香港仔 講廣東話 一定是講廣東話的 我記得張啟樂也是在裡面做的 那幾個講廣東話的 那接著呢 就講台灣 講台北啦 台中啦 桃園啦 澎湖啦 實景拍攝啦 全部是台灣拍的 那壞的都是那些地方 不是中國壞 黑社會 中國也有黑社會 有黑社會那些呢 都是香港啊 台灣 第二樣東西就是 這個最終是Happy Ending 那些壞人死了嘛 OK 第三樣東西就是 除暴安良 是對的 第四樣東西當然最重要的 就是他 今時今日除了剷除了所有人之外 是反邪教 因為裡面有一段是講邪教的 那中國呢 邪教是一個特色的 那中國覺得 嗯 那於是乎這些原因呢 搞吐吐氣呢 就是過了電檢 入到去了 這呢 就很厲害 就是我很喜歡電影劇本 裡面其實是有味道的 有骨的 待會我去講一下這些 但是他可以給到中國 即是可以使到 入到去呢 我會覺得是 哇很難得 而且他把一套簡單的人的復仇片 拍到呢 他是一種 他覺悟 之後呢 入到去去復仇 這一點呢 即是因為復仇 他跟那些人不要仇口的 但是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覺悟的點是怎麼樣呢 說這一點呢 就是中國共產黨看不到的 其實你不要以為共產黨的審查機器很厲害的 我就忠告一句就是說 香港的電影人 如果真的要做的呢 不是做一些 松旭門的擦邊球 文藝片 不簡單 這些這樣的片 一套所謂的劇情片 都可以拍到這麼有味道的 即是只要發揮創意 即是很多現在鮮浪潮的電影的人 如果能夠發揮創意 一樣都會拍得好 我覺得台灣的電影這一套呢 就真的呢 完全 令我刮目相看 即是他好看的程度 即是跟一些韓國的 或者美國的電影呢 是很類似的 我想隨時這套電影的那個計劃 定時那個 其他外國的人呢 都想買這個計劃 即是正如當年呢 香港拍《無間道》一樣 是不是 外國都是 有一套戲都是照抄回來做的一樣 實在太正道了 而台灣拍這些反邪教片呢 可以搞到這麼厲害呢 我會覺得是相當難得了 而我看得起的時候 是 我不敢停啊 即是很吸引我 因為通常都會停來慢慢看嘛 但是不敢停 我覺得是相當難得 就是 先提兩件事情 第一 這部電影 周注蟒隨三外 可以在Netflix說 show 可以在Netflix看見 那我們不用像中國的影迷 就要入戲院看 第二件事情 要提到 那 Lindsey the� hmm 這部電影— 這個電影 azad 王正ussa 是香港的導演 其實以往 Erstba 大家應該都會看過81的电影 例如 第一套 ellos 薄白 她是曾志偉提提出來的 還有江湖 那時候應該是曾志偉監製 甚至幫她找投資 我和桑普有一點不同的看法 就是什麼呢? 我不覺得她有隱喻在這裡 我覺得只是 她不小心這次進入大陸是一個意外 她進去之後 在大陸的市場看的那些中國人 他們看到另外一些東西 是他們的事 我自己很相信一件事就是 黃晶普其實是拍娛樂的 我是Netflix一上架 我立刻看的 因為我很期待看這部電影 因為我不和桑普 我經常很推薦別人看台灣的電影 每一年金馬獎的電影 我都會參考看完 那周柱翔的三項一上架的時候 我分享一下我看的感覺 我看的感覺就是 很有趣 有些像泰倫天奴 溝溝的 挺有些像QBill的感覺 特別是結局 一個一個的邪教徒裝死他那些 那些是泰倫天奴的事 但是她進入大陸這一下就很少了 我們先說進入大陸這一下 剛才其實桑普說的很多 但是我想強調一點就是 剛剛桑普說的其中一點就是 哇 中國人看得很過癮 因為台灣有黑社會 中國沒有黑社會 這個是共產黨角度 我想更正一下 中國人我覺得不是這樣看的 我覺得如果中國人為何看到現在有十幾億票房呢 就是因為她在片段上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看到幾件事情 第一就是 法治是信不過的 要靠自己的 正確防衛都是這樣說 正不正確防衛都是這樣說 看到這些事情 還有看到勞工的剝削 看到香港仔和王靖的那個 袁富華和王靖的角色 也有勞工剝削 又或者還有看到 就是 詐騙這些行為簡直是無法無天的 都在這裡看到 更加看到邪教 看邪教好笑了 中共以為這件事 哇 好啊 正啊 講邪教 然後還有一個很正面的ending 邪不能勝正 然後他以為讓人可以提醒一下法輪功 錯了 對不起 大部分中國人今天看了十幾億票房 全部人看到邪教是當成共產黨那樣看的 那個專者簡直是整個習近平那樣 這些東西全部是中國觀眾看到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共產黨給這套戲進來 是他意料不到的一些效果 所以以後呢 又要再計了 他可能就要再小心一點 他以為這套戲是沒有事的 但是這次就出了事了 是啊 我覺得這套戲 我覺得這個電影 很有趣的是什麼呢 那個導演或者編劇 我覺得他有隱喻的 我等一下講一些角色的名字 我告訴你怎麼看他有隱喻的 好 他有些東西想說的 這個角度有點像香港 台灣有的香港人的角度去看東西一樣 中國的觀眾看到是另一套的隱喻 這套戲是導演都預計到回 但是發現到真的開始慢慢開化 但是知道感覺到又不能說出來 OK? 因為剛剛你講到重點了 那段反邪教那段片呢 極似共產黨 那這兩樣東西的話呢 你會發覺到很有意思 就是說呢 導演有一套東西 編劇有一套東西 他是想說的 那些東西是小小的地方 每個細節你想 就想得出來 中國大陸的人看不到這些的 他看到就是那個core 那一般都是這樣的嘛 你不會是 品評電影會 品評得這麼仔細嘛 怎麼這麼說呢? 一開始的幕 是什麼呢? 是一個追悼會 那個追悼會呢 就是漫華呢 就是黑哥來到這個地方 就和這個主角 桂林仔 陳桂林聊天 陳桂林就是遠驚天飾演的 陳桂林呢 他說他自己是中山區頂操莊 桂林老師 任我們恩妘 那點別的 那其實東西不是 我香港的 你是 fueri Möglichkeit 還人家的演 Hijati 一個是說 Essayy 岁是想現在的 啊 就是因為那些快樂會 因為你自己是說 你去努力 你去學習?ILM roy accum 一開始 那個是 WIL KAILI 如果在這裡 如果你要 stuck 很想那些平常的話 那些平常的話 你就能把這些� mnie 中國人去看 他看完之後覺得說很過癮 因為這套東西整套都很輕鬆 講講黑社會的過程 腰到的心裡面全部講共產黨的戲 那套江湖告急全部是有隱喻在裡面的 就是每個環節怎麼刺人 江湖追殺令就變了江湖監殺令 你聽錯了再執行就出事 全部不只是講黑社會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接著他說這個桂林仔 嘴唸的一個紅爺 一個鐵頭哥 嘴唸就是紅爺 於是陶原的紅爺死了 陶原的鐵頭哥就是追殺令 整件事就是講你刺人家 人家就刺回你 這些名字就可以有很多種變化的 但我覺得你說任恩狗大一大過 就是說 好像跟你刺一刺的火柴 你想一想 在說什麼 我開始看了 越看就越覺得過癮 因為它裡面的形景 叫做陳灰 灰黑灰白的灰 就是它不是黑警 不是白警 但是在做一些事情 就是在灰色地帶上去尋找 厲害 它沒有任何的 那些感覺 令我覺得它有很多對白 你想想陳灰沒有對白 是被人打的 沒想和他打 是 他那一刻都沒有什麼對白的 OK 拿起手扣說 我是陳桂林那一刻 是陳桂林說話的 陳灰沒有什麼對白的 這個很有趣 整個安排很有趣 接著他講兩個人 因為他那個通緝綁名單 他排第三 接著他講了 他說與其好像老鼠一樣 生活著 倒不如有尊嚴去自首 於是德國島去自首排隊 很多人在排隊 很多人在排隊自首 原來我連自首的資格都沒有 原來我不夠有價值 周處除三海 就是我唯一的價值 為什麼呢 他在那個旁邊 在那個綁單 通緝綁綁單 第一名的 林綠和 牛頭 就發覺到說 犯了很多單的連環殺人案件 第二名的 就是這個許惠強 香港仔 曾經掠下了很多個人 他自己掠下了江湖大哥 沒有他們那麼窮 他們才是值得被抓的 他會覺得你通緝我 我自己也都講義氣的 雷的 那他先掠下前面的兩個人 他會覺得這樣是他唯一的價值 去救贖一些東西 一直不以為自己死定了 一直以為自己死定了 和死定了 因為眼睛末期是被人騙的 眼睛末期是死定了 就去掠他 就是當一個人覺得自己死定了 真的什麼事情都會做得出的 我覺得是什麼情況呢 他那句話就是 原來我連自首的資格都沒有 原來我不夠有價值 周處除三害就是我的價值 聽到一些流亡在海外的香港人 會有什麼想法 大佬 你想一想 就是我不說下去了 又說我在這裡煽動了 你自己想一想 有什麼看法呢 接著 他有幾句話 因為第一段就是對許惟強 許惟強是見到很出色的 做一些老氣骨來的 做一些韓國做很多年 袁富華 他做得很好 把刀割他的眉毛 剃他的眉毛 之後又翻他 我那段做得很正鬥 接著 最後就是 他怎麼打死了這個香港仔 這件事就是 第一 掠掉香港仔 第二件事就是 去對付這個牛頭 牛頭那邊最有趣 就是一個 殺了很多人 什麼不興階殺人案 殺了很多人 然後走掉了 最後殺死六個警察 去到澎湖那裡 開一間報道所 搞這個 他變成專者 專者 之後就在那裡搞邪教 他有幾個對付 生命的意義 是他根本沒有意義 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最好的藥 不用吃藥的 你要放下身外之物 才能夠成為全身之人 所以他就把這些東西都放下 你放下手錶 金銀珠寶 雙銀行傳接 現金 都放在那裡 一起推入火爐裡燒 按按鈕 燒 其實不是燒 其實是落了去自己的住宅裡面 放下身下之物 才能夠成為全身之人 即是共利產 割利韭菜 然後他說 什麼呢 他指著那個墳墓 指著那個塵骨 指著說 這個死了那個林綠和 這個就是牛頭 不是我 所以他說 這個牛頭 是有特異能力 他可以在死前 知道你的性命 知道你的出生地 知道你什麼時候死 那些句話 其實沒有必要加進去 如果只想說警匪片 這段 看墳墓的那段 你特意加進去的 他塑造到這個林綠和 是天眼來的 就是他完全知道 用社會信用系統 AI能力 他知道每個人 姓名 出生地 什麼時候死都可以 哇 多厲害 所以這些事情就是很重要 就是吐黑水那段 他轉到吐黑水不是吐血 或者這些象徵手法 完全度過了 我會看到他這段 就是他說 滿身業障危害人間 一起送進地獄 就是那些林綠說 他會說 你滿身業障 你開槍打死他 滿身業障危害人間 一起送進地獄 那兩個人都殺了 這就是共產黨鬥人的方式 極類似 所以就 我會看到這些對白 你說 你看教父的片 或者你看一些黑社會黑幫片 你都可以學習到 有些這樣的東西 但是我會看到 就是說 他將這些手法 bring out出來 是很有 很針對性 但是你又感覺不到 他在針對什麼 這些就是他的手法 我會很認同這套片 是有意思的 還有他說很有趣 他說你肺癌 那個女人最愛的 你剛才說的 你有肺癌 如果從有到沒有 就是神跡 如果你從沒有到沒有 就是說從之中 你都沒有肺癌的 那這個就是迷信 就是說你相信 外國勢力亡我之生不死 如果外國勢力亡我之生不死 是從有到沒有 那就是神跡 共產黨厲害 如果你從沒有到沒有 那你就迷信 就是迷信 就是這樣 這些東西 你講真的 你這些東西加進去的話 你的對白不是這樣寫 如果你沒有象徵的動機的話 你的對白不是這樣寫的 你大概說 你沒有的就算了 就當作一場夢 你這樣寫 他寫到神跡迷信這些對比 他是有意義的寫出來的 我說 他說最終他是世界上最有勢力的謊言 一舉三得 你這樣做周處徐三號的陳桂林 一舉三得 一呢 你殺了 你殺了 你騙你那個人 可以有陰德 因為真的有肺癌的那個女人 那個叫張貴興 那個女人 他有陰德 死了可以上天堂了 另一件事就是 你真的變成了大人物 你自己也有個魅力在這裏 第三件事 你拆下了其他兩條 摩綠和旁邊的那些垃圾 最精彩的那段是什麼呢 是殺那個牛頭陳臨綠和的時候 我現在九顆子彈 那麽九顆子彈 那我自己 就是求籤 就是要怎樣 摩綠 就是摩綠這個杯 發覺到 卡九顆子彈 那如果九顆子彈都卡了的話 就算你贏 那射到第三顆子彈 一夜白瓜了這個林陸和 那跟著呢 他想著走 走的時候呢 聽到那幫人繼續去唱歌 換言之呢 他會覺得州署不只是除三個 不是除那兩個個 還要除那些呢 他死了之後 譬如豬頭倒了之後 還有一幫人繼續去共產黨 就是今天那十四億人 那他給大家一分鐘時間 大家走 不管時間你走 你走都沒有好事 你不走就是 啪啪啪啪啪 哇 高下厲害 這一下子 是整個中國沸騰的一點 就是你繼續為非作大 繼續作惡的人 啪啪啪啪 這個期間都是部分人走的 是 我只想說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最印象深刻 其實就是 如果回到電影裡 就是最印象深刻就是 尊者死了之後呢 那個彈結他的那個女生 那個人還是說 龍聖層不同的 他就是 說 他就說 他就說 那如果事實上 就是他就說 他是說 那他其實是說 我們有一些人 他想說 但是我真的看到另一件事就是不得不說的 我很羨慕過香港導演黃晶浦 我覺得今天有很多香港的電影導演其實都在這幾年一直在找出路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還要留在香港繼續拍合拍片 明知道拍片是很有問題 接下來23條之後 意識形態先先 但是我想有很多香港的導演都會很羨慕黃晶浦 因為有很多導演將會都要為了搵食 當一份工去打 繼續拍一些自己都覺得很不舒服的電影 香港電影其實在未來一段時間 我的看法是已經死了 但是香港有一些導演好像黃晶浦一樣 其實他們都在找出路 我這一年出來 我都認識一些香港的導演 他們無論在台灣 在日本 在加拿大 他們都嘗試去找人投資去做一些 拍一些真真正正的香港人的故事 有什麼很羨慕黃晶浦呢 就是我一直看這部電影 我真的很羨慕他 就是他可以出回去有一個很自由的世界 出回去有一個 為什麼要去台灣 其實這個可能是未來的一個出路 就是說 喂 好過香港的市場 但是未必有大陸的市場這麼大 但是台灣畢竟也有二千多萬人 但是至少台灣有一件事香港是沒有的 就是有一個很自由的空間 給你去天馬行空 拍一套 我自己心目中覺得這部電影很混淆的 就是導演和編劇都很想玩一下東西的 你可以做得到 但是如果你留在香港 那個包袱就大了 這部電影你很難在香港做得到 你在說這麼多隱語 死定了 大佬 然後這次還可以中頭獎 像中六合彩一樣 他可以入到大陸 這個可能真的沒有計算到 所以我想說的其實就是 我覺得未來其實有些香港導演真的要 譬如說你仍然有抱負 仍然有理想的話 其實我覺得應該會有 台灣應該會是一條出路 這個是很重要 還有一件事想說 你先說吧 莊姆說吧 說多一點隱語給大家聽 這個很少人說的 這套電影的英文名叫什麼 不是叫周初吹三開 三隻動物 三隻動物的 這個就是挺有趣的地方 中港台 明白嗎 台灣這個陳桂林就是第三隻動物 第三隻動物 他是無善良的 無事的 人緒無何的動物 第二是鴨蛇 就是那個香港人 即是他威脫 就是那個香港人 A餐 B餐 C餐 那些就是傀威脫 這些就是傀威脫 中國人不是在想什麼嗎 匹 匹匹 他真是針對的 不是這個桂林仔 不是這個所謂陳桂樓 而是他旁邊那幫人 這個最灰營灰星 你看看游之中他帶著這隻錶 是什麼錶來的? 豬仔錶 豬頭錶 豬頭錶 豬頭錶來的大哥 這全部是有coding在裡面 The pig, the snake and the pigeon 已經寫了出來給大家看 這套電影就是這麼精彩的電影 就是中港台 這個就是他整個coding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分析這個電影 我會覺得很touching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陳桂樓的角色 其實我沒有看過任何影評 先說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編劇和導演的構思是怎樣的 但是我看那個電影的時候 我想起一個以前在台灣 台灣相當之家傳戶曉的殺人通緝犯 就是80年代的劉煥榮 劉煥榮就是很厲害的 劉煥榮就是殺過很多黑幫 就是州處除三外做很多 還有一宗就是陳氏 1984年 陳氏兄弟滅門案 就沒有空講故事 但是那個故事裡面就是牽涉到有竹聯邦 他是竹聯邦的一個很厲害的打手 也都牽涉過跟江南網有關的董事兄弟 董貴心和董貴君 董貴君去年才死的 66歲 他出殯那個排場 就是州處除三害第一幕棄案 劉煥榮就很像陳桂林 我覺得我經常懷疑 陳桂林的角色的設計就是很多都是來自劉煥榮的 劉煥榮在1986年在日本被捕 戒回去台灣 然後審了七年 到最後判了死刑 然後很多那時候的文代是為他求情的 就是說他其實殺都是殺黑幫大哥 還有那個七年裡面很傳奇的這個人 他後來變得很純良 他寫過一本書是幫台灣初忌 爭取權益 希望台灣社會關注初忌的事件 他又捐了很多錢出來 他在坐牢的時候他在眾籌 他捐錢出來在台中冒風建了一間孤兒院 捐錢出來被人建的 做很多好事的 後來很多人跟他求情 但是那時候1986年的法務部部長是誰呢 就是馬英九 馬英九就說不行 誰都不可以搖他一命 因為他至少牽涉五宗的殺人案 然後也要判他死刑 他完全沒有後悔 他多謝台灣政府 臨到死之前最後他說什麼 中華民國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我對不起這個國家 請原諒我 something like that 之後就拔了他 很出名的劉煥榮 大家可以找一下 有些應該在YouTube也找到他的紀錄片可以看得到 他就好像陳桂林 我就看到這些東西 但anyway 總之這部電影相當精彩 其實2023年有很多很精彩的台灣電影 譬如那套《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 那裡也很棒 那裡用一個笑片去包裝一個平權的故事 很有創意 還有我2023年最喜歡一套電影 我又推薦給桑布看 就是《副刀青年》 哇 一樣很感人 又是講死囚的故事 吳康文做了《拿最佳男主角》 也做得很好 做了一個龍瓦人士用首語做 所以台灣電影其實很精彩 每一年都希望大家 其實找一些台灣電影看 今天兩岸三地 只有這個地方是有質量的書和電影給大家 真的不要錯過 是啊 不只是韓國電影 美國電影 台灣電影裡面也有很好的成分 我欣賞這個電影就是用一個故事 包裝一些隱喻 而我覺得這些隱喻 時隱時現 或有或無 你可以說它有也行 你說它沒有也行 我不會介意 就是說有沒有隱喻 其實就是它要創造這個空間 而且它玩得很漂亮 就是我最怕就是台灣電影很多時候 變成雪教的 雪教的電影就不好看的 就是這個是以前幾年前的一些導演的風格 我不會的 但是近這幾年呢 近這幾年就改變了很多 不會的 所以就覺得很棒 就是它有意思在裡面 這幾年呢 因為台灣相當自由 我自己看到的現象就是什麼呢 譬如說 同志平權的電影也很多 我挺欣賞台灣的創作人 就是不要再拍到同志電影 就要拍到它很悲情 現在是用不同的題材 都可以拍同志的電影 比如剛才說的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 我覺得真的很棒 整套是笑片來的 還要是兩個小孩 跟著嘻嘻感覺 跟著搞人鬼情味料 很過癮的 我覺得都是那一句 創作其實是很大的 就是好像你剛才說的 就是亞洲電影當然 日韓一定是另一個境界 台灣電影就有時候 但是我想說台灣電影是相當有藝術性的 很多但是它太多的art film 問題就是 比如說你好像韓國那樣很commercial 台灣暫時做不到 還有那個是有很多因由的 不僅是電影的製作問題 就是在發行啊 在宣傳啊 台灣還是要加把勁的 但是如果純藝術呢 每一年台灣至少 告訴你 至少有超過十套 是值得你看的藝術電影的 我告訴你 剛才說的那一堆 在今年金馬掌最佳的五部的最佳電影裡面 有些入不了圍的 我突然間不太記得 如果我沒有記錯 周處徐三害都不是五部最佳電影裡面的 只有提名啊 有些自由就有創意 沒有自由就只有憂愁 那希望大家自求多福 也希望大家能夠幸福美滿 就算是活在一個 就是香港那裡 越來越專制的環境 就是我們等一下那一節呢 就落到二十三條了 就是究竟是 未來會怎麼樣呢 我真的覺得 我會覺得短期內是幾寒冷的 幾慘慘 但是不要喪失希望 溫泉希望的方式 除了看 就是新桑的神州 看傑斯頻道 看桑寶頻道之外呢 也都可以看台灣的電影 因為既然搭不搭是有味道 是 最後 我來end up 這節 我想說多一點就是 未來香港電影一定是暗淡的了 甚至沒有了 但是不要忘記 七八十年代 白色恐怖年代的台灣 除了天天在那裡拍秦 秦祥林秦漢 林青霞 欣珍 林鳳嬌之外 都仍然有楊德昌侯孝然的 八十年代 枯嶺街 殺人事件 獨立時代 這些都一樣有的 那這個問題就是說 看看急 我們就進入那個年代 未來要看的就是 香港有沒有一些電影導演 仍然是堅持那個抱負 不容易啊 因為香港拍的電影 從小到大都是商業電影 香港人看電影 就當電影是一件商品 instead of一個藝術品 那所以你要香港導演 要出一個侯孝然 或者一個楊德昌 是很難的 但是我希望可以做到 那個出路是不是回大陸 是要走出國際 那看看香港電影 其實我覺得再醞釀 其實是時候要醞釀一下 應該要有一些 屬於真正香港人故事的香港電影 看著《周柱翠》 是啊 講多一句話 就是香港的電影是看平面的 它沒有歷史重生的 它會國彩 就是說外國 就是英國 美國 日本 歐洲各方面電影的好處 教父那些 在香港那裡 拍成一些商業電影 商業電影 其實商業電影在台灣 根本上不知道什麼是商業電影的東西 台灣電影是怎樣的呢 有歷史重生的 剛剛你講了一堆 《悲情城市》 是啊 沒錯 這些是有歷史重心的 現在最近那一套 講《六島》那一套 《劉馬溝》的 《劉馬溝》前兩年 是啊 是啊 我希望香港電影能夠 導演們能夠拍一些 有歷史重心 又可以做到這麼漂亮的一件事 這個我覺得是 就好像這套電影 就是《周柱翠》三學一樣 這些就是我們要的東西 所謂的《新浪潮》 《鮮浪潮》這些標籤 我從來不理 還要是每一部片 你怎麼拍好自己的片 這個才是重點 OK 希望大家努力 我不是電影專業 但是我是看電影的人 希望大家都喜歡 好啊 OK 那我們又休息一會兒 回到傑斯頻道 我們仍然有第二節的《新桑愛神州》